哈囉大家好我是凌轩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去美國打工的必帶物品 對今天不是愚人節 我剪了一個無敵爆短髮 那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第一個 貼身腰包 因為你去美國那個地方他們治安不一定很好 這個貼身腰包就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女生可能一開始我也很擔心 這個腰包放在身上不會變得很胖嗎 會很怪什麼的 那其實它非常的薄 你就直接放在衣服的裡面 然後用衣服蓋住 其實是完全看不出來你裡面是有東西的 那這個腰包裡面呢 你就可以放就是比較大量的錢 或比較貴重的一些物品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萬一啦 不小心你的包包被搶被偷了 這樣你身上至少還有一筆錢 美國境內的海關都還蠻嚴的 就是他們可能會收身啊 那我大概有一兩次就被收到我的衣服裡面有這個腰包 但其實也沒有怎麼樣 它只是叫我打開來看給它看裡面有什麼 它裡面就是錢嘛 它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它只是臉很臭而已 第二個必帶小 U型枕 長途飛機必備 因為你要搭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所以你一定要預備一個U型枕 不管是哪一種的都可以 只要是你舒適的就好 像這種啊 它除了可以避免你在飛機上落枕 它還有一種陪伴的作用 因為它長得很可愛 所以它陪伴我度過了艱難的三個月 第三個好用的小物 就是這個鋼杯電湯匙 在外地生活或常住或留學的人 這個東西對你們來講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立馬示範給你們看 首先呢 你先把鋼杯裡面加水 加的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使用到這個電湯匙 在加熱的時候 一定要先放這個湯匙下去 再插點 不然它可能會燒壞 插頭一插下去 就會開始加熱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計時 計時開始 好你看很明顯 你看一插電之後 水就開始滾 OK你看它現在已經開始有在冒煙囉 差不多兩分鐘 已經非常熱了 這個溫度是可以用來泡泡麵的溫度 有沒有超多煙的 那我們差不多在兩分半這邊 就停下來 你要拔的時候 就先把湯匙拿起來 哇好熱喔 剛剛那個煙 超熱的 還有滋滋滋的聲音 各位我必須很誠實的跟你們說一件事 剛剛我在把湯匙拿起來的那一刻 它就爆掉了 超可怕 我狂尖叫 我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爆掉 雖然我剛剛的順序錯誤 因為我太久沒用它了 應該是要先把插頭拿掉 才可以把湯匙拿起來 但是我先把湯匙拿起來了 剛剛我把湯匙拿起來的那一刻 它就整個變紅 然後它就爆掉 這邊都有一些火燒過痕跡 有點危險 雖然我真的很真心的 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用 我在美國用它用得很開心 泡泡麵 然後泡熱可可 都用這個東西 可是我現在有點覺得很難說服你們 我怎麼辦 這樣你們會不會被嚇到 所以用這個東西呢 還是多多注意安全好不好 其實我現在心情蠻五味雜成的 我真心想要推薦你們好用的東西 結果它居然在今天自己爆掉 好這個故事就是要告訴我們 用任何的東西請想好它的步驟跟程序 使用上面也請注意小心你的安全 好沒關係 我們繼續 再來呢這個必帶小物就是 吹風機 如果呢你沒有帶吹風機的話 那請祈禱你的室友有帶 對我就是那一位室友有帶的幸運兒 那時候跟我一起去美國打工的那個朋友 他自己就有帶一台吹風機 我們那邊另外其他三個捷克的室友 他們完全沒有吹風機 他們洗完頭直接把頭髮濕濕的亮到外面 然後等它直接乾欸 所以那時候跟我一起去美國打工的那個女生朋友 他有一台吹風機拯救了所有的室友 吹風機是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千萬不要不帶 他我也沒帶啊 好反正你要確定你的室友有了 可以跟你一起共用 接下來呢我要推薦的這個東西呢 超級無敵霹靂爆重要的 那就是泡麵 請立馬把它寫下來打五顆星 泡麵呢就是一個讓你想家用的東西 美國那邊雇主啊提供的一些食物 都是一些很甜到爆炸的零食 或者是一些微波食品 你可能根本就不太會去吃那些東西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採買一些食物 你都必須要到市區才可以買得到 但是工作的地方通常都會離市區非常的遙遠 可能開車兩個小時以上才會到 你並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也不確定你到底什麼時間可以到市區 這個時候呢泡麵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它是一個可以拯救你 吃不下去美國那些食物的一個救星 再來呢你可以帶一些台灣的伴手禮 你覺得可以代表台灣的特產的一些食物 這個東西呢就是讓你交際社交用的 你的同事一定都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 他們一定都會對於不同的文化感到興趣或是好奇 你只要拿出了一個讓他感到新鮮的東西 收買它嗎 來跟他交朋友他就會非常開心 而且他還會把那個東西拍照拍下來 然後上他的Instagram說 喔台灣朋友送我的好開心喔 So sweet thank you so much 以上呢就是我推薦的去美國打工必備的私房小物品 那接下來呢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我的拖運行李跟手提行李了 這兩個東西上面有非常多的規定 如果你們對於行李真理啊還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一定要幫我按個喜歡 而且千萬絕對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我是林軒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發現我自己不太會處理 緊急事件 完全不知所措一直在房間尖叫 好險火沒有很大就是小小像蠟燭那種火 嚇死我了